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人活在一个环境里面 常常我们是比较的 我们看别人 然后我们再看自己 其实这个比较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不是比较说我们有什么 就是你有我没有的 而是比较说 神在你身上的带领 跟在我身上的带领 其实不是完全不相干的 其实是彼此连接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好吗 我们来看以佛所书 by the way 我希望你们不要打瞌睡 如果你打瞌睡的话 我随时会说笑话 然后我说笑话 大家就会笑 然后被笑声吵醒是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你不知道人家在笑什么 OK 还有如果 你睡着的话 欢迎你留下来参加 伯特利的周一崇拜 Anyway 以佛所书第四章 第十五节 我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百结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Amen 那 我需要你们 Amen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OK 好 没关系 好不好你跟你旁边说 我也需要你 Amen Praise the Lord Amen 我每一次要求会众 彼此之间有一些互动的时候 这整间屋子里面 就充满了那种 Vibrant那种atmosphere 就是 这屋子里面就开始有一些互动 就开始有一些 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 为什么 因为我们被造是为了别人 我们的被造是要来祝福 我们的前后左右 Amen 在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说 我们是一个身体 那这个身体里面 没有两件事情 好像是完全一样的功用 Amen 那我们的身体里面 每一个部分 它都是很独特 都是很独特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独一无二的 好不好 Amen 可不可以对你旁边的人说 你是独一无二的 You're the one and only Amen Praise the Lord Amen 当我们这么特别 我们这么重要 我们这么能够讨神的喜悦 那有一件事情 是需要我们彼此来做的 就是相信 Amen By the way 你们相不相信我 相信我 OK 有没有人不相信的 相信的请举手一下 OK 好 大部分相信 不相信的呢 有没有人不相信的 OK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 你竟然相信我 你不相信太好了 OK 那有没有人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 有没有人说 你说什么我也不关心的 我知道有些人 不管我怎么问你 都不会举手的 不过没关系 相信这件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 我就觉得神问我 神叫我问弟兄姐妹说 你们相不相信我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 很random的一个问题 我在想说 主那是从你来的嘛 后来我还是问了 问了以后呢 这个问题不是问会众 这个问题一直在问我 一直在问我自己 那你们相不相信我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属灵的原则 这是天国文化里面的一个部分 相信不是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神行不疑 不是那个相信 乃是你这个人 作为耶稣基督的肢体 我毫无理由 毫无怀疑的跟你建立关系 阿们 那我要用我的生命来祝福你 我要用我的生命来成全你 那这个是相信的内容 圣经里面有没有不相信的例子 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相信的例子 那不相信会挨骂的 OK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 第九节 七日的第一日 耶稣复活了 复活以后呢 他就向摩达拉的玛利亚显现 然后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过七个鬼 然后他就去跟 跟随耶稣的门徒们 那时候他们正在哀动哭泣 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 然后被玛利亚看见 结果呢 他们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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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呢 耶稣向两个门徒显现 这两个门徒 从耶路撒冷到伊玛五世的路上 估计这段路 大概要走路四个小时 我们不晓得 耶稣在什么时候向他们显现的 但是在这段路上 所以有可能耶稣就向他们显现的 超过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面 耶稣就告诉他们一些事情 后来他们自己的回忆是 哇 耶稣在跟我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心里是很火热的 OK 很火热的 然后呢 耶稣还要往前走 那个在路加福音里面 讲到说耶稣还要往前走 可是呢 他们就强留他 OK 他们就强留他 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在你们的生命里面 经历一些事情 你要强留耶稣 你以为那个不是神的心 那是神的心 可是你强留他 你就会得着 你如果让他走 你就永远 永远失去了那个祝福 明白那个意思吗 如果那个时候这两个门徒 没有强留耶稣的话 他们不知道跟他们讲的 就是复活的耶稣 明白那个意思吗 OK 好 我相信你们的圣经都很熟 有些地方我们就不翻了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当他们一起坐席 要吃饭 耶稣住席的时候 突然之间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 看见原来这就是耶稣 他们太兴奋了 现在弟兄姐妹 他们走的时候已经是班晚了 然后走到那个地方呢 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兴奋 又花四个小时的心 在走回耶路撒冷 走回耶路撒冷做什么呢 去告诉门徒们说 告诉彼得他们说 耶稣复活了 Amen 因为他们太兴奋了 这种事情 怎么可以不说 怎么可以安安静静的 不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所以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 告诉门徒 那个时候门徒们正在干什么 他们的心正在刚硬 刚硬什么 刚硬在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他们正在做什么 I don't 他们觉得那个时候 最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 I don't 伤心 我过去这三年半 跟错人了 浪费了我生命里面的三年半的时间 是吗 I don't know 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去猜测 但是至少这个时候 任何人来跟他们讲任何事情 他们不放弃 他们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情 Amen Hello Hello 我给你讲 那个 我站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很寂寞的 那我需要你们有一点反应 好不好 Amen 如果你们有一点反应的话 就算相信我了 OK Alright 但是门徒们听到他们这样子的祸 他们怎么样 不相信 I don't believe 他们不相信 在约翰福音里面还提到另外一件事情 这次是门徒们他们自作自受 因为别人不相信他 别人不相信他们 那 耶稣向他们徒们显现的时候 向他们吹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 愿你们平安 这时候门关着 因为他们怕犹太人 然后呢 多马不在他们的中间 Amen 火烤 对不对 你不相信别人 别人也不相信你啊 对不对 Alright 但是 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 耶稣说什么 耶稣责备他们 跟你旁边说 耶稣责备他们 为什么耶稣要责备他们 如果我在想 如果是我的话 还好你们没有随便相信 我来了 你看到我你才要相信 别人的话不要随便相信 我们小时候不是就这样被养大的吗 走在路 去上学回来走路的时候 妈妈会说 哎呀 别人陌生人给你堂子 你千万不要拿 陌生人给你讲话 你就往前跑 跑到人多的地方什么的 我们从小就学习 不要相信别人 对不对 Amen 但是亲爱弟兄姐妹 那个不是天国的文化 天国的文化是相信 Trust 相信什么呢 相信别人的经历 Amen 神在你旁边的人 所做奇妙的事情 不一定要做在你的身上 但是如果你的生命 跟他有一个对的连结 白结 各按各自 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你就会发现说 神在某甲身上的带领 也是某乙的祝福 神在丁身上的作为 所有的人看见了就发现说 哇 太精彩了 这件事情了不起 感谢赞美主 神啊 你让某甲病得医治 不一定某乙病也得医治 但是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 Amen 你让某一个人 让他有出话语的权柄 让他说话很有能力 让他真的是在众人面前 当他呼召的时候 许多人许多人就得觉知信耶稣 神没有呼召所有人做同样的事情 Amen 但是某甲身上的经历 可以成为某乙身上的祝福 事实上在这里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耶稣为什么会责备他们不信 因为责备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怎么样 应该要相信 Amen 如果不应该相信的话 神就加奖他们了 会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应该要相信 Amen 哈喽 这个很难接受吗 不会吧 这个很难接受吗 不会哦 OK 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接受 为什么他们不能够相信 Why 事实上 我希望很小心地说这样的话 因为我觉得说 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 我们用critical mind 去分析 去看 而不是用相信的心 去祝福 去成全 我想这样说 最近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常常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treacher hunt 那 有一本书 就叫treacher hunt 那本书 他们在描述说 怎么样做treacher hunt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treacher 好不好 Amen 你是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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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也是宝贝 好 那这个宝贝要怎么样 被找出来 然后进到神的国里头 然后神的心就得到满足 那他那个过程里面 就是当你为这件事情祷告 神感动你 然后让你看到一些事情 让你知道一些事情 然后你就出去去寻找 你在灵里头所看到 所感觉到的事情 当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是用critical mind来读的 是用那种分析的眼光来看的 所谓的分析的眼光就是 这里面有一些东西 这个环节怎么跳到那里去的 我觉得有问题 这个环节怎么跳到那里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 我觉得有问题 然后我用一个critical mind 最后我的决定是 probably doesn't work 大概这样子是不管用的 但是我们教会就是有人相信 所以他也push我 然后他们就开始去做了 我也不需要去做 我只要祝福他们就好了 那昨天呢 昨天有教会大概有七个小组 每个小组四到五个人 他们就到发行各地去传福音 然后他们各地去找 找他们心中认为说 神让他们感觉到看见的人 然后当他们去这样子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回来报告 那他挤在我们家的客厅里面 哇我们的客厅挤了三四十个人 就在那个地方大家那里分享他们的经历 分享他们刚才所看到的 每一个脸上那个表情 他们说哇 就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坐在那个地方 把我的所有的critical mind 他也通通丢掉 我相信他们正在神面前 经历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阿们 那我祝福他们 我相信他们 那个feedback是什么 他们也相信我们 就彼此相助在爱里面 大概增长 那个肢体就不断不断地成长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我们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原则的时候 彼此相信了这样的一个原则的时候 感谢主 神的国家争无穷 Amen 我需要你们相信我 我也需要你们彼此相信 然后我告诉你们 我也相信你们 不然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 Amen 那这个相信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 因为相信是一个关系的一个建立 好吗 有多少人知道说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事实上就是一种关系 有法利塞人问耶稣说 戒命中最大的是什么 最大的 你们要习惯我问问题的时候回答好不好 不然的话我就一直问下去了 最大的戒命是 尽心尽心尽心的爱主你的神 其次了 爱人如己 接下来耶稣又停在那里 对不对 有没有再讲 没有了 OK 好 在我们诫命里面 就是你规范你的行为里面 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什么 跟神建立关系 跟人建立关系 Amen 跟神 你要相信神 跟人呢 你要相信人 Amen 那个相信是什么 那个 神是信实的 对不对 God is faithful 那我们的相信 跟神的信实 有没有关系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心 Pistis 信心 我们的相信 Pistis 相信 神的信心 Pistos 神是信实的 自根是同一个 就是神里面的那个成分是什么 我们里面对他那个相信是什么 是同一件事情 Same thing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彼此的相信 也是把神的成分 放在我们的里面 Amen 那个 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三章 那里说到 他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是为了要除灭什么 魔鬼的作为 魔鬼的作为是什么 就是让你不相信 让你失望 让你沮丧 让你人跟人之间 虽然在弗拉循 大家都知道 人跟人之间距离很近 可是人的心距离却是很远 为什么 因为撒旦不希望 你的心距离很近 明白那个意思吗 但是 但是那个 神 耶稣基督显现 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我们来看一下好吗 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三章 但是 接下来有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就是 凡是从神生的 就怎么样 不犯罪 因为神的道 在他们里面 那个道是什么 不是Logos 那个道是什么 Spellma Spellma是什么意思 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Sperl Sperl 就从这个字来的 神的道 其实就是神自己 这里应该其实 翻成神的种子 你看那个 如果你的那个 是两段式圣经的话 那个小字是种子 那那个种子是什么 约翰福音第一章 那里说 生命在他里面 那生命就是 人的光 那你有光 你就有路 你有光 你就有方向 你有光 你就有意义 那个光是什么 就是神自己 生命在他里面 那个Spellma 在他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 那在耶稣基督里面 也在你我里面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个 相信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呢 你我之间 有共同的生命 有一样的生命 我们可以 借着这样的生命 来彼此相爱 彼此连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问你 你想不想让撒旦发疯 想啊 我告诉你一个秘诀 好吗 你彼此相爱 他就发疯了 你不停止的相信 你不停止的彼此相爱 我告诉你 你把撒旦搞疯了 他非常非常的愤怒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我有unlimited resource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因为我们里面 有他的spell 我们里面有他的生命 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哪里 圣经里面 因为我们里面 看不出来 只说 hand out 就是在他的里面 他就是在你我的里面 在你我里面 什么地方 手脚 we don't know 但是是在我们的里面 意思就是说 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identity 可以review the glory of God 因为你我每一个人 宝贝到一个地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刚刚说 我们每个人都是 独一无二的 好吗 因为神assign你 要去荣耀 他的那个部分 神没有assign给别人的 所以我看你的时候 我不是看到一个肉身 我看到的是神的心意 了不起的旨意 要借着你来彰显 他的荣耀的 阿们 但是你那个荣耀 别人不能够取代的 而且只有你能够来 成就神的那个部分的荣耀 所以你宝不宝贝 看看你旁边说 哇 你太精彩了 你太宝贝了 我真的是宝贝你 你真的是了不起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我之间 彼此之间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这件事情 哇 神在我们中间 得到完全的荣耀 而且这个荣耀 是不断地加添 不断地加添 不断地加添 政权 但在他的肩头上 他的平安 他的国度 必加增无穷 那个加增无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是在你我的身上 那我们怎么样 按照圣经的原则 我们怎么样 用天国的原则 天国的文化 彼此相待 别人就在我们中间 看见那个了不起 了不起神的作为 Amen 感谢赞美主 Praise the Lord 最后我要提到一点 除非你认识 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不然你很难相信别人 你也很难相信你自己 当耶稣 被卖的那一页 那我们知道 他设立了圣餐 那我们会领圣餐 其实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还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为他的门徒们洗脚 OK 当约翰在描述 耶稣为门徒们洗脚的 那个之前 他是 他提到说 耶稣既知道自己是从父那里来的 然后呢 要往父那里去 Amen 然后呢 他就决定做一件事情 他就爱他的门徒 并且爱他们到底 那怎么样来表达他的爱 为他的门徒们洗脚 那这个图片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对不对 耶稣 为门徒们洗脚 事实上门徒们连跟耶稣一起作息都不配 耶稣是创造的神 他应该接受所有的敬拜 所有的荣耀 所有的尊荣 一切我们能够想象的赞美之 都归给他 然后应当是门徒们 大家排队轮流 为耶稣洗脚的 怎么耶稣为他们的 他的门徒们洗脚 I don't understand 当他为彼得洗脚的时候 我想彼得把所有的人的心声说出来 你不可以洗我的脚 Amen 我这个脏脏脚我自己来洗 Amen 如果没有别的博人可以洗的话 我就自己解决了 神啊你不要碰我 我不敢让你洗我的脚 Amen 耶稣的回答是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五分了 意思就是说 在耶稣的行动里头 表达了一个意义 在天国里头 天国里头 最大的是谁 是仆人 最小的呢 是接受服事的人 这跟世界上的 标准 跟世界上的原则 完全相反 Totally different 你能够去服事别人 因为你知道你是谁 耶稣知道他自己是谁 Amen 他知道他是从父那里来的 并且要回到父那里去 他就决定做这件事情 If you would know 你是从哪里来的 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能够做什么 你就能够去服事别人 我们常用金字塔 来描述这个社会的结构 OK 越上面的越少 对不对 越上面的越怎么样 越尊贵嘛 那我们都在竞争 那样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用爬那个 就是 那个 company letter 就是一直爬爬爬到上面 越上面 你就自己决定就好了 下面呢 你要听人家的 这个是整个 Secular culture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Amen 有没有人一辈子就想说 我听人家的就好了 有吗 都是叫别人听你的嘛 对不对 哈啰 好像你们不是 对不起我讲错了 换一个话题 这都是我们的问题嘛 我们都希望去做 不然的话 门徒为什么要 雅各跟约翰 为什么要跟耶稣说 自己不好意思讲啦 因为自己讲的话 一定会被 一定会被其他的门徒们修理 所以叫他妈妈去讲 他们不好意思修理他妈妈 所以说 你德国的时候 我们一个在你左边 一个在你右边 那 耶稣说 我喝的杯 你们能够喝吗 他们说可以 他们不知道 他们在说什么 不然anyway 那 但 其他的门徒会 会生他的气 为什么 因为那是他们的概念 因为门徒也希望说 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说 耶稣行这么多的神迹 将来他一定不是 持终之物 你明白吗 意思就是 他将来一定会 飞黄藤达 甚至 他可能就是那个基督 如果 他得荣耀的时候 一个在他左边 一个在他右边 那不是很精彩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个是人的观念 事实上我们还有这样的观念 但是呢 神的观念是什么 脱去他的上衣 围着一条毛巾 就跪下来 为他的门徒们 为他的门徒们洗脚 那个是神国的原则 你能够服侍别人 是因为你是大的 你不能够服侍别人 因为你不够大 你能够服侍别人 是因为你知道 这是神国的原则 并且你服侍别人 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 因为你知道 你在神的面前 有不受限制的 unlimited resource 你可以永远不断地 在神的面前 得着你所需要 一切的供应 让你按照天国的原则 来服侍别人 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好吗 感谢赞美主 Praise the Lord 老牧师邀请 要我跟大家 有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事实上 我以前没有注意到 这件事情 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说 一个群体 或者一个个人 当你要产生影响力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事情 是你知道 如何认识 看待 并且在关系这件事情上面 用天国的原则 阿们 我记得有一次 开车子的时候 我觉得神提醒我 就是要回教会里头 去推关系的门 那开始的时候 只是一个概念 然后慢慢发现 说这条路里面 有很多的宝贝 很多的宝贝 那我刚跟大家分享的 这些事情 其实也都是在 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 慢慢出现 慢慢出现 慢慢出现的 那我有一个 就是一个 humble request 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因为你们真的是 在一个非常非常 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时代 我个人相信 今天的教会 今天在地上的教会 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所认识的 远远比耶稣基督的时代 那个时候的门徒们还要多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经过两千年来 有许多的认识 有许多的了解 那我也相信说 两千年前的保罗 认识 对神的认识 不一定比今天 在地上的教会更多 好不好 所以我们这样子 我们是有一个 更大的一个期望 更大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可以更多 能够来认识神 但是不是一个人来 是一个群体来 不是一个rendering 个体 而是我们彼此相爱 建立关系 我认识你 你也认识我 我相信你 你也相信我 我服侍你 你也服侍我 那你会发现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团体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神的荣耀 真的不会停止 神会用他大能的作为 显明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Amen 主我们感谢你 孩子为 小生的同工 每一位精彩的 独一无二的 主你呼召 摆在这个地方 主啊 彼此成全的 彼此相信的 主啊 借着我们的连结 摆结各案各职 主啊 造着个体的功用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功用的 但是那个功用就是不能够独立的完成 主啊 需要认识 需要读得懂 做到我前后左右的人 我如何能够跟他连结 如何的来相信他 如何的来成全他 主啊 身体就渐渐的增长 在爱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建立 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主 你呼召我们的时候 做到那个了不起的命定 主啊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生叹息 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主啊 就成为主 你自己极大荣耀的昌弦 祝福脚生 祝福脚生的每一位同工 主啊 是的主 谢谢主 因为脚生在神的面前 走进神的命定 主啊 就要帮助 主啊 发寻 主啊 甚至于帮助全世界 许多许多的教会 主啊 许多许多的传导人 许多许多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走进我们的命定 感谢自然美主 主 为脚生来感谢 为脚生的每一位同工 愿意的奉献 愿意的摆上来感谢 主啊 为许许多人相信脚生 愿意奉献 主啊 金钱上的 时间上的 体力上的 脑力上的 主啊 为这一切的事情来感谢 因为我们彼此相信 才有这样的光景 因为我们彼此相信 主 我们越相信 我们越摆上 主啊 就有更大的荣耀 不断地加添 不断地加添 谢谢耶稣 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God bless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